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这期的话是久为了的一周穿搭 那这个礼拜的话是去了挺多地方的 然后干了挺多事的 所以我想一个Vlog的形式 来给大家分享一周穿搭 然后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 所以想分享一些春季的单品给大家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正式内容 今天是周日啊 我要去医院做一个核酸 就明天要去参加 萨洛门在浙江同乡的一个户外的活动 然后待几天 然后现在上海又有新了嘛 所以要做一个核酸证明 其实这两天上海天气还挺好的 然后基本上春装都可以拿出来穿了 现在上街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戴口罩做防护 虽然有点闷 然后我马上到医院了 不知道今天人多不多 那我先做核酸 做完之后我们待会儿看一下 我今天的一个穿搭 拜拜 车道重家中的军绿色户外冲锋也来自Values 衣服版型宽松 防波鼠的面量也是功能性十足 然后在胸口还有袖口各有两个立体大口袋 兼具设计感和实用度 双拉链的设计使得穿搭更具多样性 下身藏蓝色的长裤来自FGSS 裤子版型是比较挺阔的 大家可以看出来 再加上面料采用比较厚实的格纹布 随上身立体感十足 裤子最大的亮点在于两侧的口袋 每一侧都有三个口袋 除了常规的侧插口袋以外 外侧有一个下插的口袋 那旁边还有一个拉链口袋 那裤子内置的一根腰带 那也便于你调节腰围 也会适合更多的一个身材 今天是周一啊 我现在已经在这个服务区了 然后我和伯子 我们要去这一个参加三合门的活动 然后早上我八点钟起床了 然后遛狗啊什么的 因为从上海开到目的地要四个小时 所以现在在服务区休息 我吃完肯德基 早上也没来几度开头 太困了 现在整个是一个大困狗的状态 等会让伯子给我拍一个OOTD 伯子可以吗 OKOK 你哦 那我们待会见 经过三个半小时的车程 我们终于到了铜炉的这个酒店 外面景色非常好的 大家看到 然后现在要签一个什么协议 然后我们都要回房间整顿一下 这车坐的我都有点晕车了 然后我们待会看一下房间 进门就是有一个客位 然后是整个客厅 卧室 卧室是有两张床 然后一个非常大的洗漱间 洗手间 然后杨老婆现在在这里拉屎 外面景色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 非常的漂亮 然后阳光也非常好 然后这边后面有个很大的露台啊 这边可以拍OOTD或者拍上升视频 都是非常好的 这一套装装装的外套来自 是到Snow Island DTC的一个 二合一的夹克 然后它本来里面是有个内奖的 因为天气比较热嘛 我就只穿了外面这一个夹克 然后它的防风线 还有功能性都比较不错 那裤子则是来自Snow Peak的这条雨裤啊 那之前我上升之后 也很多人来问我 那裤子上升的版型 还有用料各方面都是不错的 防水性肯定是不用我多说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条雨裤 相比于最近大火的十足鸟的 这一个冲锋裤 我觉得这条裤子的实用度会更好 因为它两侧是有一个拉链口袋的 脖子我们怎么在前面 看到了你的好朋友 你的同类啊 脖子脖子脖子这边脖子 杨老伯 杨老伯你好杨老伯 杨老伯可以摸你吗杨老伯 不听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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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脖子刚吃好了早饭 然后我们等会去爬山 现在的时间 8点22 8点22 已经 一年没有起过这么早了 今天全程都是在室外渡 然后我们 要爬山要徒步 感觉这个运动量巨大 回去以后我应该可以瘦五斤吧 等会儿看一下今天的传达 待会儿去 穿上的冲锋衣的来自萨洛门 衣服采用GOTEX的PACLEX的面料 相比GOTEX PRO或者说其他一些面料的话 它会更加轻量化 功能性的也没有缺失很多 整体来说会更适合一场通勤 而且衣服的颜色还是比较清新 比较特别的上升 还比较好看 裤子的话依旧是Snowpeak的这一条雨裤 这种白色的萨洛门呢 是他们最新发售的XT Quest 它是由时尚单位The Broken Arm 与萨洛门共同开发的 白灰箱间的颜色呢也更加适合 穿搭RT的功能性 在户外绝对是一级棒的 累了吧 累累累 那走五分钟都累的 那么雪啊 别太高了这个 高啊 哦呀 你在那边休息啊 舒服舒服 啊你不说 年轻人就要多爬山吗 舒服 他一般扭在扭扭 不是扭看 膝盖给扭了 我操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在玩这个这个什么副本 剧本纱 yes 因为在脖子带领下我们迷路了 你是在这个山村里面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回不了家了 脖子你叫个滴滴吧 打车飞我A你 你先叫 你先叫 我 到时候我也是你 那种大博主啊 叫个车都不容易叫 你才是大博主啊 我不是大博主 怪兽是啥 对吧 这是玛丽啊 哦 刚从同路回来 然后我现在到家换了个衣服 现在带我们家小猫去打针啊 小猫有点不安啊 因为没怎么出来过 然后待会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穿搭 那这条穿搭中的夹克呢 是来自CP Company大都会系列的一个扎染的短款夹克啊 那这件衣服其实我觉得是被严重低估的上升非常好看 裤子是黑色的伐木工装油甲裤 来自RPB Brand 如果你是老观众 肯定知道我的腿比较粗啊 所以平时我选裤子都会选一些比较宽松的 那这条裤子上升以后 其实惊艳到我了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穿啊 而且非常显腿长显腿细 那无论是衬衫T恤或者说一些短款的夹克 我觉得这个裤子都是可以完美搭配的 那鞋子是CAMI ANGO的这一双德比皮鞋啊 那我也是穿的这一段上脚的 无论是搭配程度还是舒适度 我觉得都不错 兄弟们最近一直在上海啊 因为这件苏州疫情啊 然后现在好像上海的疫情有一丝丝的严重了 然后我看很多 就是有什么喜提14天居家隔离的 家里养狗的朋友可能知道 如果你真的14天在家里居家隔离的话 很麻烦因为你不能遛狗 所以我今天决定带我家这个茶杯犬 带这只茶杯犬回苏州啊 所以今天我也带好了 拍了一些东西 然后把它放到我妈里面去 那天气还是不错啊 这几天依旧是这个春光明媚啊 也希望这个疫情早日过去 然后待会的话我会拍下今天的这一个上升穿搭 那我们待会见 这一套穿搭中的黑色上衣啊 来自Values 那这一件衣服你看正面的话 它是平平无奇的 它就在下边有一个立体的口袋 但是在背后它藏着三个立体的口袋 整体的登山风格是很浓厚的 而且它的用料是采用了防波水的面料 它的功能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整体的扩形做得很好 再加上上下两头的拉链 也使得穿搭风格更加的多样性 那裤子的话是之前买了一条Beams的军裤 那这套裤子的话问的人很多啊 但是应该是买不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找一些相似的来搭配一下 不得不说江州户真的没有春天啊 你看我现在穿一件衬衫出门 走一段路都有点热 今天没有啥事 我就是出来晒晒太阳吃完午饭之后 因为最近想减肥啊 所以吃得比较健康 然后一直在家里面坐着啊 然后自从做全职博主以后 感觉硬动量还有出门的情况变少了 除非它有什么活动 所以我现在就是吃得健康一点 然后每天吃完出来走一走 或者说是遛狗啊什么的多遛几次啊 然后在经常打打球什么的 想在夏天之前把这个体重给降下来 那现在我160多斤嘛 我想到时候能降到个155左右 或150啊最好 我觉得是比较一个合理的状况 这样穿衣服也更好看 然后也不至于有一些品牌 买不到尺码比较尴尬 那我觉得体重上下来以后 整个人各方面都会好嘛 所以也想一个健康生活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穿搭 那我们打稿见 这套穿上的格纹衬衫呢 也是我开头所穿的这一件啊 也是我近期非常喜欢穿的一件衬衫 那其实我很久没有买过这类的衬衫啊 那这一件我觉得它拼色 还有是版型做得非常好 上身呢宽松舒适 而且它的厚度也是非常适合 现在这个天气的 那衬衫无论内搭还是外穿都很OK啊 里面你可以搭配T恤 也可以搭配帽衫之类的做一个薄外套 那裤子的话你搭配牛仔裤 或者是工装裤 我觉得都非常好看 那穿上的裤子呢 依旧是RPP Brand的这一条 伐木工装牛仔裤 OK以上就是本期一周穿搭的 所有内容和所有穿搭了 那不知道大家更喜欢 这个内容呢 还是我坐在家里给大家分享 衣服啊鞋子 大家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告诉我 OK那最后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他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